凯特赢得珠宝大战 用珍珠类王冠敲打卡米拉 始终站在戴安娜一边 约旦王室举行打婚 最出彩的女眷却是凯特王妃 一连更换多套礼服 又美又鲜 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凯特正式加冕后首次外访 出席侯赛因王储的皇家婚礼 成为约旦皇宫最闪耀的女眷 凯特王妃的珠宝大友来头 王冠是戴安娜生前最爱的珍珠类 并且还佩戴了女王的格雷维尔吊灯耳环 可以看出这回维尔市王妃是在地道 穿金带银无比贵气 加冕典礼上卡米拉出尽风头 佩戴玛丽女王王冠 成为现场最尊贵的女眷 反倒是凯特受到了普攻平台 只能佩戴花环同事 毫无贵气可言 此次出席约旦皇家婚礼 凯特王妃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同时也给了卡米拉一个下马威 自从凯特王妃嫁入王室之后 多次佩戴珍珠类王冠 向自己的婆婆戴安娜致敬 不少王室专家也爆料 出席加冕典礼的时候 凯特就想佩戴珍珠类 但是却遭到卡米拉的反对 众所周知 珍珠类王冠具有重要意义 是戴安娜生前最爱的珠宝 因此卡米拉才会如此反对 以往凯特只在英国本土佩戴珍珠类 这是首次外访佩戴 因此具有特别的含义 虽然凯特没有见过戴安娜 但是却始终站在婆婆的一边 王冠之后 凯特还佩戴女王的钻石 和伯金格雷维尔吊灯耳环 成为现场最闪耀的女角 不得不感慨英国王室土豪 各种祖传珠宝令人眼花缭乱 其他国家的王室只有羡慕的粉 当天凯特王妃一连奔还两套粉色礼服 又美又鲜充满魅力 颜值和身材简直都无可挑剔 白天身穿艾丽扫粉色仙女裙 晚上则换上更加庄重的宫廷礼服 不少读者纷纷感慨 自从当上了威尔士王妃 凯特的衣着更加光彩夺目 简直就是实打实的时尚女王 对于凯特王妃来讲 这次的约旦之旅有特殊意义 因为她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大约在凯特两岁左右的时候 父亲在英国航空公司上班 一家人曾经定居这里 两年前凯特一家五口回到约旦 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暑假 所有人都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其实这已经不是凯特首次访问约旦 五年前元旦就出访这里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因此对于约旦王室来讲 威尔士王妃已经是老朋友 双方的关系逐渐升温 虽然皇家婚礼现场美女如云 但是最惊艳的还是凯特王妃 成功为英国王室撑起满面 不得不感慨卡米拉自残行婚 无论年龄 相貌还是人气 都输给了凯特王妃 威尔士亲王一家起心协力 都站在戴安娜王妃这边 丝毫不给卡米拉王后留面子 双方的拉锯战还在继续 凯特王妃从来没有认输过 这次的约旦之旅也是完美落下帷幕 金光闪闪的珠宝和首饰 有时候却是最好的武器 甚至可以伤人于无形之中 凯特王妃时刻保持优雅的状态 她才是完美的王后人选 难怪卡米拉这么有危机态 事实证明凯特很聪明 用珍珠类王冠敲打卡米拉 直接找准了对方的软肋 只要是人看到珍珠类王冠 就会想起倾国倾城的戴安 卡米拉卑微的上位时 也会浮出水面